若以无相智慧 之中的本 求生净土 永得写土 无相是不出相 立一切相及一切法 这佛在大乘经上常说 如果真的立一切相 一切法 没有一法 不是佛法 如果你着相分别呢 没有一法 是佛法 华严经 无量寿经 也不是佛法 你着相了 佛为什么要这么说法 为什么要这样教给我们 相是虚幻 没有这个东西 凡所有相皆是虚幻 你把虚幻当真的 你错了 真的东西只有自信 自信是圆满的 明心见心 见得什么心 苏尽不畏 万法一如 万法一体 万法无二 这就是建议 这就是建议 不是智慧现金 烦恼现金 焰恼现金 智慧跟烦恼 是明暗的两面 明信了 暗就没有了 暗信了 明就没有了 是有智慧决定没有烦恼 有烦恼决定没有智慧 这个道理懂 这个道理放在心上 常常想着 我有没有一点智慧 我的学习如不如法 我这一生能不能往生 把往生所有一切障碍放下 这就对了 什么时候放 现在就要放 不要等待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黄泉路上无牢烧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今天活在这个时间 明天还能吗 靠不住 那这个事情我现在就要办了 我不能等到明天 等到明天 那我就是烦恼 没智慧 有智慧的人不得 即在当下了 转烦恼为菩提 就在一念之间 中德之本者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 这是中德之本 有五向之后 五色灯无尘 色身香味粗发 叫五尘 男女生住坏 灯色香 啊 前面只是 色身香味粗 男女生住坏 这是个香 名为无相 这个东西全部有了 不再分别了 不再执着了 福慈悲 什么叫无相 这对粗学说的 涅槃经业 涅槃名为无相 那么换一句话是 你真正做到无相了 你就真的大半裂盘了 大半裂盘是无相 又野密超越 极灭这旧无相 旧无相也 但心自证 不同他得了 顾无诸相 完全跟你讲正话 句句真实 变法界虚空界 现在讲宇宙之间 什么是真的 但心自证 这四个字是真的 不从他得了 为什么 一切法从心向神 变法界虚空界 心心是变 自己的心 自己的事 除这个之外 也无所有 像是假想 你念不住 所以无助相 这句话是真的 你提了 我被思考虚空中好吃的